前段时间看见一剪门大惊小怪的发视频 说周润发的英文名后面有一个Fight 其实这不是英文 正是粤语发的拼音Fa 它其实就是北方话已经消失掉的一个声调叫做入声 北方的各位可能很难意识到 这种带有不出足辅音波特科收尾的汉语 其实是中古汉语的重要遗存 之所以叫入声 是因为入这个字本身的古语音就是N 南方方也大部分保留了这个 比如粤语读的Y 闽南语读的L 入声字还有很多 比如哲语读成Z 比如国语读读成Go 所以所谓的粤语压运一般也和这个有关 比如杜甫毛巫为秋风所迫 其我老无力对面为盗贼 纯交口罩呼不得归来语仗自探西 我这个区域这普通话完全不爱运杜甫水平太低了吧 其实结尾的四个字 利贼得西应该读成 都是入声音 其实中古汉语声调是所谓平赏屈入分音阳 也就是四乘以二的八声调 但是为了防止某些自己虽然普通话一般 那一定要调别人方言不准的南方同胞 因为越南语曾经也引用了大量的汉字词 本来没有声调的他们也全盘复刻了唐音声调 我就用越南语说一下古汉语的八声调系统 他们的音评 妈 阳评 马 阴上 马 阳上 马 阴去 马 阳去 马 阴入 马 阳入 马 可以看出一般音调是偏高 阳调偏低 上一讲说了在北方观画里是吧 入声全都只有平声分音阳 这才有了阴平 阳屏的上声去声只有四个声调系统 那么北方画入声哪去了呢 自然是归到了其他声调中 我们先拿几个完全的入声的词汇举例 比如我用我的塑料语读一下 这个 其实这些词的日语也借用 他们读的更塑料 比如那独立读成 独克力词 目击读成 目击读成 目击击击击 约束读成 雅库索库 非常好玩 而在北京话 东美话中 入声是毫无规语的归到了其他四声 而在河南话里 他只被派入阴阳屏 比如这个吴质 刘约 活得 独立 目击 约束 非常平均 等到西南观话的四声话 他们又全被神奇的归入了他们的阳屏 读起来这个感觉 吴质 老约 活得 独立 目击 约束 那么如何在普通话中分辨入声字呢 说实话很难 不过部分北方方言 还会把一些入声字带有文读 比如这个 伯 禄 则 这就是入声的痕迹 而在日常的白读中 他们大部分都改成了 EA韵伪 比如 塞 企业 北 国 贼 白 等等 其中 这个企业和鬼 就是典型文读 反式 又变回了克和国的例子 而在东北话里 入声则大量没派入赏声 比如休息 国家 上塞 等等 是吧 塞 狗塞 这不也是物声字吗 说了这么多 真是对这么久问题的一个汇走 这段时间的留言内 我遇到了太多 稍微提升点资论人 不标准的方言 在我的评论区撒一抛就走的大神 某些人一方面天天叫喊 方言要消失了 我们要保护 另一方面呢 关起门来小圈的字 还真遇到研究者 要越运势的给人家批判一下 我看你保护的可不是方言 是你仅有的那点不凡 给你的微薄优越感而已